埋尸之处为何不见其人 一个人为何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12岁少女为何甘愿遭受舒服折磨 也不向保护司体不严重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帅 今天让我们接着来看 谈谈铭记之时 初期编之三 最沙片 从东京搬来除建泽补到医院 龟就已经融入了这个村子 某天双忙的父母又不在家 尝试制作料理的龟一却差点引发火灾 反倒是从龟一认识以来 一直坑自己的沙肚子带着梨花 来到他家给他做饭 三人坐在一块的样子 简直就和当年沙肚子的哥哥 误史还在时一模一样 梨花希望龟一能像误史一样 偶尔听一下沙肚子的牢骚 吃完饭后两人就返回了家 某天学球棒球队正在比赛 龟一被沙肚子一通电话叫到了现场 不过他以为是了干架的 手持高尔夫球棒 场面极其尴尬 比赛结束 虽然过程复杂 但在沙肚子的出色表现下 结果还是不错的 龟一坐在场边休息的时候 村里诊所的陆江医生找到了他 同时他也是这个棒球队的监督 鬼影片中来到他家 以及魅音叔的监督就是他 而且他还是一个罗莉控晚期 陆江告诉龟一 大约在三年前 沙肚子的父母就因为事故双双死亡 而去年他的哥哥也独自转校了 所以沙肚子才会和梨花住在一起 可当之后龟一和诗音清洗工具时 诗音却对沙肚子转校事件非常惊讶 他告诉龟一 不要毫不知情地 就说沙肚子是转校这件事 这令龟一充满了好奇 回家路上他又询问李奈和魅音 但二人的回答都是转校了 直到龟一不断地编问下 李奈才告诉他这是玉射神作祟 沙肚子在失踪前告诉过他 有人坚持他 跟踪他 在枕边俯视他 而这些都是玉射神作祟的前兆 李奈他也都经历过这些 李奈越说越癫狂 被魅音删了一巴掌后 才安静下来 李奈离去后 魅音告诉龟一 沙肚子的父母是大坝计划的引进者 结果却遭到了全村人的反对 碰巧的是他和他父母出世的日子 都正好是祭祀预设成的祭典 免柳祭 所以为了沙肚子 大家都不提及他的家人 对于沙肚子 也就以转校试料 随后龟一答应魅音 他也会闭口不谈 然而接下来几天 沙肚子都没来学校 就连警察大使都找上了门 大使还对龟一动起了手 幸好陆江及时出现 带走了他 他告诉龟一 务使和沙肚子在父母死后 借住在叔父家 可是之后他们却遭到了虐待 但是去年没留记 叔母去世后 叔父因为害怕作祟 也跑到了新宫情妇家中 但是最近 沙肚子的叔父又回来了 放学后 龟一来到了沙肚子家 正好遇到陆江先生 带沙肚子回家 他的叔父北条铁平 为了招待朋友 让沙肚子去买了很多东西 龟一看到沙肚子身上的伤 非常愤怒 却被陆江先生给拦了下来 不过沙肚子还是非常感谢龟一 因为从此刻开始 他又有了龟一哥哥 之后陆江又告诉龟一 沙肚子把叔父对自己的虐待 当做了对自己的试炼 他觉得只有克服了这一切 务使才会回来 这就是沙肚子活着的意义 第二天 龟一偶遇了富足和鹰野 从他们口中得知作祟事件 其实是以玉三家为首的全村行动 于是他找到了现玉三家之首 袁琪家的下人家住 袁琪魅音 希望他能将今年的作祟对象 改为沙肚子的叔父 北条铁平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魅音以及玉三家并没有这个能力 没多久 沙肚子来到了学校 因为有人叫来了保护司 这令沙肚子有些愤怒 他并不承认这出虐待 所以就赶跑了他们 随后梨花告诉龟一 其实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沙肚子的父母离婚再婚 新的爸爸对沙肚子并不好 于是沙肚子自己拨打了虐待电话 但是之后却并没有采取措施 午膳时 龟一关暗地摸起沙肚子的头 这令沙肚子响起了误事 导致他想受到惊吓一般 一把推开龟一 碰起来 学历还一直重复着 不要对不起 经过好一会儿安抚才稳定下来 龟一终于明白 沙肚子其实并不像 大家所认为的那样黯然无恙 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拯救沙肚子 为了拯救沙肚子 龟一决定设计一个完美犯罪 来除掉罪魁祸首 北条铁瓶 从推理小叔狂魔母亲口中 龟一明白 只要案件不被发现 那就是完美犯罪 于是龟一就开始筹划暗杀行动 找好地点 放好武器 甚至连买哪都想好了 棉楼祭前一天 龟一希望梅姨能带沙肚子 好好玩一天 这个行为和之前的物质一模一样 龟一瞬间明白了物质 他也曾为了保护沙肚子 而杀了叔母 龟一之所以做到这种地步 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龟一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天才 但他却不擅长处理简单的问题 这就导致他在学校 常常因为成绩优异而被同学欺负 甚至发生了事件 被迫转群 但在除剑泽一切都不一样了 所有人都对他非常好 他是真的把杀肚子当作了卖卖 夜晚 龟一用杀肚子犯事为由 用警察署的身份约出了铁瓶 用球棒将其活活打死 之后为了消灭罪障 将球棒和机车扔到了沼泽之中 但是在大雨的冲刷下 龟一找不到了挖好的坑 只得再次回家拿出新的铁锹 将铁瓶埋在了新的地方 并用大树将其盖了起来 之后在回家路上 筋疲力尽的龟一遇到了鹰野 因为后备箱是满的 后座又放了副主的自行车 所以鹰野只让龟一一个人上了车 随后鹰野问龟一买好尸体没有 很明显他知道龟一的罪行 但是他却多次告急龟一 今晚他们没有见过面 鹰野开车远去 因为他看到一切 所以龟一诅咒他 希望他因作祟而死 第二天 龟一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室 明明他昨天一直在筹划暗杀行动 可是从伙伴们的口中他却听到 自己一整天都和他们在一起 怎么会有两个自己呢 龟一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放学的时候龟一询问沙都子 他的叔父是不是消失了 但是沙都子却告诉他 昨天他依旧遭到了叔父的虐待 龟一懵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来到教室劝人凶器 球棒的的确确是不见了 随后他又来到了入江人所 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入江医生 甚至还将自己杀人的事告诉了入江 入江表示自己虽然不会狗同杀人犯 但还是非常感激他为杀肚子做的一切 随后入江提及要给龟一泡杯红茶 可是龟一却听到入江下令时 让手下往其中放入安眠药 龟一接受不了这一切 他诅咒入江医生也赶紧死吧 之后他又从入江和医生口中 听到了鹰爷死亡的消息 为了确定一切 他来到山中寻找尸体 却意外碰到了莱茶岸的大石 幸好孔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龟一仍旧对使用暴力 令其遭受折磨的大石怀恨在心 又一次说出了让他因为作祟儿子的话 同时龟一非常疑惑 他明明杀了铁瓶还将它埋了起来 为什么杀肚子还会遭受折磨 自己又挖不到尸体呢 变得愈加疯狂的龟一拿好斧子 打算去杀肚子家再确认一次 却突然感觉身后有人看着自己 显然龟一也开始受作祟影响了 来到杀肚子家 摩托车果然也消失了 但是家中昨天的饭却有两份 之后龟一在浴室找到了杀肚子 因为长期泡在水中脱水虚肉 杀肚子告诉他舒服惩罚他 让他数到一万才能走出浴室 龟一一听瞬间暴躁 拿起斧子大肆破坏 可最终也没有找到铁瓶 之后龟一用浴巾裹住杀肚子走了出来 在围满警察的诊所门口 他又听到了大师在搜身的过程中失踪了 而开朗的入江一声忽然也自荐了 也就是说他的诅咒居然都灵验了 因为梨花家有杀肚子的衣服 于是龟一背着杀肚子来到了神社 在杀肚子换衣服的时候 龟一看到梨花层子在神社门口 连身上的肉都被乌鸦啄去不少 龟一赶忙用斧头驱赶乌鸦 结果却被杀肚子误以为 是龟一用斧子杀害了梨花 杀肚子跑到了吊潮之上 他知道一切都是因为预设神作祟 因为他小时候也曾进入过寄居店 从那以后身边的人就开始逐个小时 包括父母以及疼爱他的务事 而如今好不容易迎来了曙光 作祟对象却轮到了龟一 随即杀肚子一把将龟一推下吊桥 虽然一切都显得不公 但龟一却一点都不后悔 当晚电视上播出了一则新闻 除剑则遭到了罕见杂害 全村人都因为火山喷发 而涌出的大量瓦斯流而死亡 全村只有一个幸存者 居然是恰好坠落河流的龟一 就此 出铁片之三碎杀片完结 可能有些小伙伴没有很明白 铁瓶的死以及龟一参加棉流剂的事 这边阿帅再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龟一杀了铁瓶自然是肯定的 球棒以及机车的消失都证明了一切 那么尸体为什么会消失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龟一是先挖的坑迷路找不到了 之后买铁瓶的是第二个坑 而之后龟一找到的又是第一个坑 所以自然找不到尸体了 那龟一为什么会参加棉流剂呢 其实他并没有去基点 那只是伙伴们在帮他做不在场证明而已 就像棉流片中 诗音替物识佐证一样 再加上杀肚子说叔父仍在虐待他 这样一来就好像真的无事发生一样 也就真的变成了龟一所渴望的完美犯罪 翠杀片就先到这了 后面我们来看一段不一样的故事 在这就会引出一位 在之后的影片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 赤板卫 昭和五三年 除剑泽灭村的五年前 为了保护村子 除剑泽的村民与机动队进行了惨烈的交锋 甚至连建筑大城的村子都遭到了绑架 为了调查此案以及大坝建设的反对团体 警示厅的赤板搜查官 离开了代产妻子 伪装身份来到了除剑泽 途中大师向赤板介绍了除剑泽 以及一三家的一些琐事 刚进入村子就偶遇了可爱的梨花 以及村中的向导 牧野 在牧野的引领之下 赤板逛遍了村子 最后来到鼓手神社前 赤板在看到村子后不禁感叹 这么漂亮的村子就要沉入湖底了 可是梨花却告诉他不会的 大坝计划一定会取消的 说着说着 梨花突然罗利便意见 并警告赤板赶紧返回东京 不然一定会后悔终身的 赤板向前想要追问详情 却被梨花给成功蒙更过关 夜晚 赤板向村里的佐藤购买了情报 昨晚以元七两为首的一三家 就大坝反对运动召开了亲族会议 会议最后 鬼婆两提到了建设大臣孙子的绑架案 赤板大惊 因为这件事是保密的 随后鬼婆继续说道 小孩子是无罪的 藏起来就好 很明显鬼缘死守同盟 与绑架事件有关 最后佐藤警告了一下赤板 不要试图和元七家为敌 就离开了 第二天大使打了电话 他们在高金户找到了大臣孙子 犬刺受术的物品 随后大使穿着防大背心 带着赤板赶往高金户 赤板发现 梨花站在路边一直看着他们远去 途中他们还遇到了 刚给受术看完病的入疆一伤 他给赤板二人指引了方向 但是绑架犯也发现了二人 于是一人阻拦大使 一人带着受术从后窗逃走 可惜赤板和大使也早已兵分两落 在大使和对方纠缠的时候 赤板也追回了受术 虽然之后罪犯开枪打伤了赤板 但好在大使也及时赶上 最终还是成功救回了受术 之后 受伤的赤板在入江诊所疗伤 大使告诉他大巴建设计划被冻结了 显然是以受术为人质交换的结果 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 受术也不会有事 夜晚 中当赤板想打电话时 却发现所有电话线都被梨花剪断 梨花告诉赤板 即使打通了电话也只会让赤板收心 因为他的妻子美代在当天晚上摔下楼梯身亡了 所幸的是留下一个女儿没血 不过这是此刻的赤板所不知道的 赤板没有质问 而是将梨花带回了家 随后梨花说今天是没了解 但是村里人的作为却根本不是 梨花将赤板带到神兽前 说出了令赤板毕生难忘的事 梨花预言了未来五年所有的作祟事件 昭和五四年 大坝监督被奔尸 昭和五五年 杀肚子的父母睡意二次 昭和五六年 梨花的父母双萌 昭和五七年 杀肚子的叔母被杀 昭和五八年 梨花自己也将被杀 昭和五八年 赤板离开的五年后 楚剑泽的所有人都丧生在了 鬼人肘子所喷发的剧毒气体中 几年后 赤板和退休的大使见了四面 一起感叹着当年的灭村事件 梨花的预言也无不例外一一实现 而他自己甚至遭到了长流 二人猜测 这一切其实早有剧本 赤板至今仍旧记得梨花所留的话 他只想和喜欢的朋友 一起幸福地活下去 然而时至今月 楚剑泽的风景还没有解开 寒蝉系列的出题片 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梨花为什么会预知一切 之后又会有怎样的结局等着梨花 赤板又会在后续提供什么作用呢 就让我们静待之后的寒蝉系列解答片 所有答案都会慢慢解开 喜欢这视频可以点赞订阅本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